今天的AT个股推介是白威亚泰176 选选原因是受惠内地政策和消费复苏推动 有利内需消费板块盈利增长 白威亚泰2022、2023和2024年 盈利预料都会按年出现双位数的增长 中线看好 白威亚泰将会在明天公布第二季业绩 毛近大通指 中国市场方面 由于期内大部分主要城市都受到封城政策的影响 估计第二季销售按年下跌7% EBITDA按年跌24% 相信下半年逐步解禁后 市况将会有所恢复 海外市场方面 韩国市场在今年3月初 全线产品加价7.7% 加上韩国自5月起重新开放 糖食恢复势头良好 带动当地业务表现强劲 部分抵消中国疫情对本土销量的影响 毛近大通估计 韩国第二季销售额和EBITDA 按年上升1.4%和4.1% 市场普遍预期 中国啤酒行业消费最差的情况 已经在第二季结束 并且会在第三季逐步复苏 全年利益按彭博综合预测 白威亚太2022年 盈利预料录得11亿美元 按年增长12% 跑赢糖业清啤和华润啤酒 跌3%和16% 2022至2024年 盈利复合年增长率是15.9% 走势上 白威亚太昨天收报22.9毫升0.7% 继续沿着5月延续以来的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建议在22元附近吸纳 反弹目标看前方高位大约23.8 大航给予其目标价平均大约是28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跌穿6月底低位大约20元就需要减辞 前方昏 前方昏 常见